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常怡老百合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家放掌 跟大家打个心情 跟大家讲几句佛法 关于这个聂佛法门 我们上一次在机会 跟大家提到 自治大师提出了 五种方便的聂佛门 其次自治大师 要再提到有所谓的 五种的念佛门妹们 另外的五种念佛门妹们 现在五种呢 自治大师说呢 第一,参眠往生念佛门妹们 第二,观向灭罪念佛门妹们 第三,诸敬唯心念佛门妹们 第四,心静距离念佛门妹们 第五,心静远通念佛门妹们 第四,心静距离念佛门妹们 这倒是提出这五种念佛门妹妹的法门 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种的所谓 第四,心静距离念佛门妹妹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说 我们一个修行人 以苦力的 承念的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整念佛的当下呢 你内内心的 心必愿生彼国土 因为当下内心的每一念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那一念心的当下呢 必定是心心愿愿的 愿愿往生到阿弥陀佛 净土去 那么念佛的当下 念佛是一个念佛行 那么内心有往生的愿意 那么恨愿相知 那么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法呢 叫做 参眠往生念佛闪妹们 这是第一种 也在内心的当下 不管在拜佛的念佛 不管在拜佛的念佛 到佛的念佛 进出的念佛 念佛的心呢 是心心愿愿 愿往生阿弥陀佛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所谓的观向灭醉 念佛闪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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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字大师说呢 行者想向佛生 专注不移 睡得见佛 光明赫益 照处行者 而使所有醉脏 及其小灭 即使管向灭醉 神秘闪妹们 也就是我们一个修行者 念佛人 我们也请问阿弥陀佛的佛像 你能够观想 观看阿弥陀佛的佛身 能够专注不移 能够专注不移 在阿弥陀佛的闽号上面 那么远根 叫做看着阿弥陀佛今生的佛身 那么 这个时候呢 睡得见佛 光明赫益 看着阿弥陀佛 那么 这些念佛 要去观想佛 自然能够得到阿弥陀佛佛 无光的加持呢 光明刻意照处行者 这个时候呢 而使所有醉脏皆其消灭 念佛 消醉脏 阿弥陀佛的光明加持 我们念佛呢 也是消醉脏 那么 这一个方法就是 观向灭罪 观向灭罪门 这个意思就是 通过此弥陀佛配合 观向灭罪 观向灭罪 其实第三种 的方法 叫做 诸敬唯心 念佛门 所谓 诱观此佛 从至心起 无别境界 即是诸敬唯心 念佛门 也就是说 我们在念佛 痴迷念佛 观向念佛 观向念佛的时候呢 能念 是真念一心 能观 此得是真念一心 所观的境界呢 就是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佛的境界 那么这个时候 你能够观想 是佛眼前的阿弥陀佛 君所生的佛生 从至心起 一些万法不离开真念一心 就是都是真念一心所显现的 万法为心所现 为之所骗 万法为之一心 佛像也离不开贵真念一心 阿弥陀离不开我们现成真念一心 所以讲呢 无别境界 离开真念一心 没有一切万法 所以 回归到 实际上真念一心 所以讲 租进唯心门 其实第四种的 这个 念佛方法 叫做 心境距离门 那么这个 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 你要去观想真念一心 就是说 能念的心 能光的心 那么 所观的佛 竟然是为心所见 那么 真念 为心所见 真念一心 亦无志向可得 那么 真念一心 也没有心向 那么 离开 所观 那么 所观 佛极空 能光的真念一心 也是佛极空的 没有心向可得 这个叫做 心近距离门 接着的第五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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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门呢 叫做 信其圆通门 那么 这个大师说的 什么是信其圆通门呢 就是说 行者而时 去生极定 放舍一切 心意意识 将入涅槃 蒙时方佛 加倍赋念 兴起自门 行者而时 亦以念起 见佛国土成就众生 这个所谓的 信其圆通 念佛陕妹们 就是说 我们一个 念佛团 你透过 诸境违心门 的一个观照 心境居门 的观照 这样的 这个理解领悟之后呢 那么 这个说 你内心 离开 能观 离开 属观 离开能处的境界呢 这内心呢 去生极定 离开能处的这内心 一样在念佛 念佛的内心呢 跟 能够 跟 这个 能处 舍离 那么内心 跟佛话相应 那么 拯救内佛陕妹 能够放舍一切 离开内心 远离一切的 心意意识的一个分别 讲怒涅槃 能够去入涅槃 内心跟涅槃 所谓 不生不灭的境界 响应 那么 这个说 能够 蒙受十方诛福的 加倍复念 那么 兴起自门 能够开启内心的智慧呢 那么 行者是 于念前 见佛国土 成就众生 那么 就于念 内念 离开能处 内念 这个 成就念佛陕妹的内心 也能够 成就极乐世界的功德状严 也能够成就 这个众生的善根 能够广度众生 这叫做 清晰远通门 这个 也就是说 从四相上的 那么 念佛 有能念的 阿弥陀佛的佛像 那么 佛号 有所观到阿弥陀佛的佛像 有所观到阿弥陀佛的佛像的心界 那 那些 心愿具足 这样子 能够灭除 罪业 神经病 那么 这个 一句佛号接着 一句佛号 信心具足 的确能够灭除罪业 一句佛号 灭除我们八十一节的三次宗罪 那么 又有阿弥陀佛光的一个加持四处 消灭一张 神佛会 所以 其实再从 这个 能够四相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内心呢 离开 所观见 那么 所观见阿弥陀佛的佛号 阿弥陀佛的佛像 不离开这内心 万法 恢复一照这内心 其次 再从 那么 这个 这个这内心呢 也舍离 那么 这内心的心相也不可得 那么 那么 心近距离 离开能处 那么 这个时候 趁 趁 去路 圣神的禅定 成就了圣神的 那佛三昧的境界呢 那么 内心离开一切的心意意识的一个分别 内心 那么 跟祝福 涅盖 涅盘 那个不胜不灭的境界 响应 那么 也能够得到十方祝福 得到阿弥陀佛的一个加持 这一念心 一念就可以 也能够广度众生 一念心 这一念心呢 那么 今天就能够往生到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智子大师提到的 这个所谓五种的 念佛三昧的一个法门 当然这个 前面是透过四项上 那么 同四项上再透过礼观 这个 整个六合上面的有事有礼 也就是说 意思 就是说 我们 那么 相信 极乐世界在 舒服世界以西的十万亿佛土之外 弟弟却却有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在那边收访 我们也相信 那么 阿弥陀佛十万亿佛土 那么遥远呢 离不开我们先前真理心心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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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灵明中的时候呢 那么 为什么那么远的极乐世界 那么 一下子屈身背景 就能够到达呢 不用坐太空船 不用坐飞机 所以 一念的心念 那么 那么 就往前到阿弥陀佛 因为 那么 西方净土 这个 这个 离心 别无境界 无别境界 也不离开 再念 再 信心 所以 能够平常 这个 拜佛 念佛 那么 这个 道佛 在那些呢 有事相当的修持 也有理官的一个关照 那么 有事有理 理事双修呢 理事无外 那么 再来修念佛三面呢 那么 这样特别好 也就 想到 这个地方 跟他一起面丽的 那么 接着我们再念念佛 祖位 闻言 坊仨 愿 提起 念 颂 听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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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